请收看维新世界一公立人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善信大德 现实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法会一公立人天 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奇安法会 就是已经到来了 所以要报名的善信大德 现实同修 现在就可以马上打电话报名了 因为在处理了这些事务部的这些报名 以及联位其实是非常的繁琐 而且每个人 每一位义工 或者是我们事务部的人员 这电话很多 我们真的接电话很忙 所以希望大家尽快报名 如果你有任何一个问题 请你不要客气 直接打电话到我们仙佛寺事务部 来咨询询问就可以了 电话就是049-2724-669 今天在我们法会一公立人天 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就是 产机山仙佛寺总本山 仙佛寺事务部的组长黄辉荣 黄组长 黄组长 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仙佛寺事务部黄辉荣 是 黄组长我们知道很忙 但是在这么样殊胜的一个法会 一定要邀请组长来谈 我们很多法会的事宜 甚至有一些公设的联位 我们有些人他还是不清楚的 也不晓得自己要公设些什么联位 那这些有些的联位 他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很多人都很不知道的 再来也就是说公设联位 其实我们看的是法会期间 维持都有30天以上的一个法会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法会之前的签字作业 其实顶格升高也有很大的意义 那这些从这个登高一升起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法务就开始忙了 尤其是法会里面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登高啊 登高什么时候升起的 是 那我们每一年的话 我们都是在农历的10月1日 我们这一天会来升我们的登高 那我们登高升起后 我们就是到初一到十四 这十四天 我们会请来召请这些朱灵 我们召请的话有中华民族15615 姓氏列祖列宗先灵 以及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朱眷灵 以及中华民族东渡日本徐府124位天皇朱眷灵 以及中华民族北宜朝鲜恒雄天皇202位天皇眷灵 以及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 往死军民朱眷灵 以及地球世界816次大小战争 往死军民朱眷灵 以及我们第七支联位是 宇宙虚空十方法界众生 我们会设这些联位 找请他们来入坛城 来听经文法 那还有我们各信众 如果有超度这种大联位 我们有设文书 然后请他们在这14天之内 能够来坛城前 来招允他们所招度的各种株林 来入坛城听经文法 是是 所以刚刚我们的黄组长 他有提到这定格 就是固定在10月1号到10月14号 每年都一样吗 是我们每年都是这样 那今年比较特殊的话 除了我们有超度大人会需要回来 来招请这些株林 来听经文法以外 似乎还很直备为我们开班的华奖师 来攻设四支联位 所以有开班的华奖师 也必须在这14天回来 攻请他们的各株林 那这四支联位是我们 残疾山维新圣教一金大学 各教室地基组联位 以及我们残疾山维新圣教一金大学 各教室辖内三界幻林 那第三支是我们残疾山维新圣教一金大学 各教室天龙护法神将三界幻林联位 那第四支是我们残疾山维新圣教一金大学 各教室往昔服务所结各 各舞堂上祖先各人累绝殷亲债主 以及三界幻林联位 这四支 是是我们真的要非常感恩师父 为我们这些有开课的华奖师们 这是各道场或者是教室 要回来就是公社地基组的联位 这有很大的一个殊胜 所以让大家知道 我们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在维新圣教里面 包括一金大学 这些开课的法奖师们 尤其是道场教室 都是相相殊胜的一个净土 也是大家学习修行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这一次的法会期间 我们都是由我们的范拜学院 他们这些法奖法师们 他们来诵经 可是很殊胜的就是说 围棋有这么多天 尤其是在这一次几亥年 我们维持有45天的时间 每一天早上 范拜学院来诵经祈福 超度这些连位的株林之外 下午的时间都是由师傅 讲经说法吗 是的 那我们这一次的法会 一共有45天相当殊胜 那早上是由我们维新范拜学院 这些诵经师来供送 我们维新圣教33斤 来供养这些株林 那下午是师傅来开示 这次准备开示的是我们 混元禅师报告 黄禅老祖天威这一本经 这一本经在我们这次 师会长讲习的时候 相信大家都有拿到了 是 这本经就是来讲述 它相当殊胜 就是讲述我们师傅 大家行道的过程 是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空的时候 当然可能在我们这个法会期间 不是各位每一天都有空 但是如果您来当法工 或者是我们信众 来祭拜连位的时候 记得下午的时间 一定要留下来 师傅亲自讲经说法 给我们这些株林 连位上的株林们 他们心开一节来天经文法 但是我们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 也跟我们的这些祖先 或者是株林应心 我们也可以增加很多的智慧 所以大家也不要放弃自己 可以得到智慧的时间 但是我们公社 目前就是这一次的 阿弥陀佛圣诞法会 我们公社有哪些的连位 可以让我们的信众 习栽其安的这个连位 是 我们这次公社的一共有几个大象 就是我们的历代祖先 以及我们的个人祖先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英灵 地基组 以及我们的这种 个人的冤亲债主 以及我们这种地方 十方的大连位 株林等等的 那我们超市这些连位之外呢 那因为我们下午的话 我们早上是送经嘛 请他们来听经文法 那下午的话是输入开释奖金 那我们奖金的时候 我们是也是可以禀报 但是我们就尽量不要宝贝 是 因为我们有录影 怕会影响到 是是是是 除了这个之外呢 因为我们公社连位的这些的株林 真的是在听经文法 他们听得非常的专心 如果我们在那边 拨杯扣一下一声 因为会干扰到他们分心嘛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尽量可以禀报 但是不要华杯 这是最殊胜的 所以在这里也先提醒大家 就是说这个法会里面的规矩 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最有礼貌的 最安心的人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 刚刚你有提到了很多连位 其中就是有一个 就是祖先往生的连位 尤其就是说往生一年内 这些人可以设哪一些的连位 那祖子孙可以为他们 做哪一些的连位的超度 他输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是那我们所有连位里面 似乎开示 我们人往生一年内是最重要的 所以因为人刚往生的话 他的灵魂会不安 所以我们要借超度的机会 来超度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公社 个人连位往生一年内 一年内的这个连位 那我们是设在个人连位里面 那我们有一个文书 就是这个往生一年内的文书 那我们就用这一张 所以那不管是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亲戚 要他往生一年内 所以我们都用这张文书 来念给他 让他能够安分立破 让他得到一个慰藉 这个就是在连位 大连位之前 不是 这是属于个人连位的部分 个人连位的时候 对 个人连位就是有些人真的 不知道要跟祖先说什么 老实说有些人乡拿起来 真的是整个大连位 不知道要说什么 所以我们师傅想的特别的周到 也就是说希望大家去 可以请到这张的文书 我们都排得非常的整齐 你只要告诉我们的 这一些法务人员说 我要什么样的文书 他一定会拿给你的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有经验 那所以说你这文书 写得很清楚 你就照这个文书 这样功练就可以了 个人的这个连位的身上的 他的这些租赁 他就听得到了 是 所以像这样子的话 每一年每一年 我们都有在改进吗 譬如说以前到现在 有很多的文书都增加了 也都是每个人有 我发现说有什么问题造成不变 或者是自己不知道 师傅都是来做这些事吗 是 那我们有很多人来到我们的连位的时候 我们香炳报拜完以后 那来到我们的这种连位前面 我们 归 客戴到底要怎么说呢 那是不是很慈悲 他就写了一个 我们这一个魂香祈求 圣交 我们要怎么报 我来念一次 他就是弟子某某某是某姓士子孙 扩求楼公及天龙护法慈悲开释 楼公我们在楼前 我们就是要请示楼公 那当下某某祖先 或你有超渡其他的连位的时候 也要问他有没有在连座上 如果有请示一个圣交为主 所以我们拨一拨就可以了 是是是 当我们有得到一个圣交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念我们 供念我们的文书 是是圣交就是太贵了 那太贵当然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说一边是背面 一边是正面 这个就是圣背 那所以说有的人一直拨拨没背 那当然就是说 你除了禀报明清楚之外 你也可能要看一下 这个时候就我们有电脑可以查询 看看说是不是弟子有什么不对 或是我对他念得不好 或者就是说我的祖先到底有没有来 你都可以再恭念一次 是的 那因为我们电视台在我们播放的 在我们沿海的地方 也都可以收视得到 那现在就因为我们很多大陆同胞 在沿海地方 他们也来报名了 那因为他们来报名以后呢 就变成说他们要过来禀报 很麻烦 是有困难的 是是有他的困难度 所以似乎很慈悲 他就开始了一个 他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 他要怎么来禀报 所以他就有写一个怀 就像 请他面向东方 曾经来祷告 那我再来念一下 他的里面的文 那一心恭请王残老祖慈悲加持 因远居某某国度 未能亲自回事 承报文书 故依法修行依教奉行 仰仗老祖天威慈光加持 转施某某人等荷家人之心意 祈宴日后有机会登上总本三 在诚心感恩王残老祖 以为本院 那我们合掌三拜 我们这样念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供念我们的文书 然后再把文书寄为总本三 是是 这样他才能够来 跟着文书来听听文化 是是 那过去呢 就是我们的电视台总经理呢 他以前就是因为他有朋友 也是在我们的海外地区 那就因为不知道 就请他在当地的寺庙 就把他幅化掉了 那请示师父之后 师父说这样 他们没办法来到 宣伙寺 一定要跟着文书 把他寄回来 是 所以他就会跟着文书一起来 是 所以相当殊胜 是是是 所以其实 法无定法 但是呢 你一定遵循这样子 在法会期间呢 你的这些的祖先 他们就可以 到我们幸福寺总本三 来参加听经文法 尤其呢 就是说住在海外的 这些的朋友 有的是经商 有的是因为在当地地区 看到我们的电视的传播 尤其在我们电视台呢 有网路的直播 这些的传播呢 大家都很清楚嘛 所以如果说 你想借由我们法会 来祭拜祖先 就是像刚刚呢 我们的皇组长 跟各位报告的 这样子的方式 您就可以非常的如法 千万不要为了这个伤脑筋 因为师父都替我们大家想到了 尤其是 你要在法会期间 临时要 办个事情再过来 实在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的法门 借由师父的慈悲 也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得到 安心 心安 这最重要的 但是呢 有些人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公社的联位 有很多啦 刚刚提到说 往生一年内 为什么这个祖先的联位 这么样的殊胜 他殊胜的地方 可以请你来告诉我们吗 好的 那我们祖先的联位 那有很多案例 我们一般我们是超度 我们的历代祖先 那我来提供一个案例 他就是我们有一个学员 他因为这是九九法会的时候 他是寝室师父 因为他连续三代都是没有钉 都没有出钉 然后都是遭那个小孩都交来 所以连续三代 他这代有出两个女生的 但是他也有结婚生子 但是都是生女生 那他的弟弟也已经快 也已经没有钉了 所以很紧张 就没有生男生就对了 都没有生女生的 可能还因为他们这不甘 出两个又要死去 所以他趕快去清洗手 那不用他来办事 就很简 请他来超度他的历代祖先 对 是是是 所以这个超度 我们历代祖先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功德 所以这个历代祖先 我曾经听一个很亲密的 我的好朋友 他告诉我 因为曾经我也跟他提到 就是说要常常诵经 回向给祖先 有一天他竟然可以闻到 他母亲的这种香味 他就知道说 他母亲有来跟他会灵了 他也很高兴 所以有一些没有进到中门来上课 姻缘还没具足的 这些善性大德 您更要相信参加我们的 不管是水陆大法会 或者是我们公祝阿弥陀佛圣诞法会 您一定要来参加 祖先公社联位 真的很重要 而且要我们祖德流芳 也要让我们的祖先心开一劫 然后他们可以得到智慧的增长 也是一样 可以跟我们的子孙相应心的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了 就是说这些公社祖先的联位 那如果我们提到了这个 譬如说冤亲在主 现在冤亲在主 几乎所有的我们的水陆法会也好 或者是公祝阿弥陀佛圣诞法会 这两种在新博士的大法会 很多人公社了这个冤亲在主 为什么要公社 那冤亲在主到底还有分什么样的一个联位 请我们的黄处长来跟大家做个报告说明 好的 那冤亲在主是我们一般最常遇到的 那冤亲在主就是我们累世的冤亲在主 就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去得罪人 不知道 那他可能就怀恨在心 那已经转了几次了 你今天已经有机会来为人了 但他还没有来 那就不冲草去碰到了 他就会想要建有你的机会来 来求度 我们说求度 就让你可能就很不顺势 是啦 说求度的话也是啦 有时候是说好啊我终于找到你 我把这些产脸要弯就对啦 是是 那所以我们最好是每年都来超度 是 那尤其像今年呢 我们今年的年度是亥年 朱年 那到现在为止已经很多 已经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很多从上面掉下来 或者是中风的 因为今年是亥年 所以属猪的或属蛇的 他们是属于乡中的 那今年会很多 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如果 或者是你的命挂是 害谁或是是否的 希望能够赶快来 安这个冤亲债主的联位 那在过去呢就有一个 有一个这一个 案例 他就是我们 他很有智慧啦 就是我们一个笑懂 他很有智慧 那他在他是做业务主管的 那他的业绩相当好 他所以业绩相当好 就引起其他的相关的人员的一个 吃醋或是嫉妒 当然啦 书大就招风啦 展现很多一个困扰 他很有智慧 他知道我们有这一个冤亲债主的一位 所以他是解我们这一世的人与人之间的解缘事解 所以他就来超度这一个某某人与某某人的这个术士冤仇 请求王残老组来解缘事解的联位 就是个人 是 人与人之间 人与人之间 所以我们一般冤亲债主都是超度累事的 不知道是哪一次遇到的 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这样 那但是他是这次遇到的 他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在这当时遇到的 当下所遇到的 来做这一个决人事解的联位 是 这真是太棒了 如果说像我们现在坊间有很多什么打小人 戴个戒指 或者是用草人什么的 其实要有如法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现在共设这个联位 而且就是因为只有你跟他两个人 这个解解不开 我们也曾经看过说什么 哪一个艺人跟哪一个艺人 结下了好像不解之缘 就是说 仙没教罪没劳 现在看到都是陌生人 但是如果你想要化解 因为不要跟人家结缘 用这个联位 然后再公社文书 公念文书就可以了 是 是 太棒了 所以要有个人跟个人之间 那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说除了这个冤心在主之外 我们现在家里都有养宠物 现在宠物就是过往的时候 他还是一样 现在有什么 痰什么胃 塔胃都有 那像这个宠物的联位 在我们的法会里有公社吗 一般我们是没有特别的联位 现在养宠物比养小还认真 有时候往生的时候 除了塔胃以外 还办很隆重的一个告别式 那一般的话 我们宠物的话 我们是设在冤亲在主的地方 那就写他的名字共养 当然是写我们养的人 那我们就不需要再用文书 我们就是请他 请老祖让他能够转化为人生 是 是 这么殊胜 是的 所以就是说他的养他的主人 然后譬如说养狗好了 小狗的名字 对 然后就在我们的冤亲在主里面 公社一个联位 是 是 就是以主人 来拔剑他 拔剑他 对 是的 所以说真的 这些宠物 有时候你想一想 就是说养宠物干嘛 但是你要知道有些老人家 古代一个人在家里 或者是小孩长大了 都结婚在外面了 其实宠物也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真的真的 所以有这个联位 就用个人表心意 来公社这个冤亲在主的联位 也让这往生的宠物 可以心开一截 你看我们师父想的是多么的周到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每次的法会里面 总是人世间的事情多如牛毛 多到我们自己说 这个问题怎么解 像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 这来都来做 人家伴来做狗 这个姓都不一样 祖先都不一样 所以有人 一个祖先是多少的姓氏 这也是很多 像你在事务部你看到的这些 祖先的姓氏最多的是有几个 他可能就是 就我们像刚才讲的这样 红酒里面 还是说任养的有相当多 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来设另外一个联位 就是我们多生父母的联位 对 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转几次了 那我们来设这个联位 来报答我们过去生的父母 是 来解决这个问题 没错 在我们古时候真的 这颇来企业做什么 这大丁 已经离不清了 那只好就是多生的父母 真的很殊胜的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邀请到了就是我们 残疾山先佛是总本山 就是事务部的组长 黄辉荣黄组长 如果您对于刚刚我们谈的 这些的联位 已经有了解 但是还有其他的问题 真的太多了 您可以借由要报名的时候 就先打电话来询问 我们事务部所有的人员 都很虔诚的来为各位服务 事务部的电话就是 049-2724-669 049-2724-669 这也是我们要公社联位 报名的电话 今天很高兴我们的黄组长 接受访问 能够为大家有这么多的开示 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知道说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够在法会里面 得到最大的心安 谢谢您感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同时也感谢收看 法会义工丽人天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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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